那好了接着我们说 93年再度发生恶行通胀 94年高达24.1% 那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人是怎么做的 股份化我们已经讲过了 对吧 中国在萧条同期 推出股份制改革 放开了三大有投机性的资本市场 推进企业直接融资 这样就缓解了危机爆发 那这个同时因为你 大量增发货币 导致与这个经济复苏 同步的增发货币呢 就导致恶行通胀 那这个时候呢就 这个CPI指数上升很快 那中国政府应对 这种危机的方式 是外汇财政金融三大赤子都爆发 同时沿海大规模走私 炒外汇 所以这些事情都导致 危机形态呢 相对比较严重 那中国怎么办呢 应对措施上仍然是财政货币 外汇 税收 全面调整 这个调整的方式 手段比较硬 比如说 外汇改革 当时因为大规模走私 实际上市场上的 这个人民币与美元的比值 是一美元能换到十一个人民币了 而当时官方定的汇率呢 还是一美元换5.2 那就意味着实际市场上 美元汇率两倍于官方汇率了 就人民币不是真实汇率 于是官方的外汇改革 一次性的把人民币调贬值了57% 就民意汇率下降了57% 那对内来说呢 是叫做市场化并轨 就是既然市场汇率这么高 美元这么高 人民币这么低 那就让市场汇率跟官定汇率接轨 你们后来知道很多概念叫接轨接轨 这个真正接轨那次是官方搞的汇率接轨 这一下就把人民币 这个汇率打到了8.2 原来是5.2嘛 8.7 5.2到8.7 等于人民币贬值了57%的汇率 所以这个就导致客观上带来一个作用 就是你正好是大量的 让那些沿海接受了外部的低端的制造业 正好用人民币的大幅度贬值 刺激了出口 客观上又造成什么呢 造成那些进入中国市场的这些外资得到了更多的好处 因为只要以美元计价的话 美元价格一上升 那就意味着这个你还债的代价更高嘛 所以一方面刺激了出口 换回了外汇 另外一方面呢 中国还得拿这些外汇去还债 这个里外里呢 其实当然就导致那些海外向中国投资的人赚了 他们赚了呢 当然他们就更愿意向中国投资 所以中国就迅速的在90年代中后期进入了一个外向型经济占GDP比重 不断上升的这么一种发展态势 从此使中国的产业资本经济纳入了全球化 这是一个 我说用外汇变轨一下应对这个危机 导致中国经济变成了一个以进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国家 我们这么大的国家 靠外需拉动 这并不是一个正常现象 但在当时 它能够缓解生产停滞的这个经济危机 所以既有不合适的地方 但它也有作用 那同期呢国家大规模增发国债增发货币 这个通货膨胀呢 就在一段时间内居高不下 一直是比较高的 百分之十几百分之二十几这样的高通胀 压力一直很大 那还有同时就是分税制 大家也都知道1994年1月1号除了外汇改革之外 还出台了分税制 分税制就是中央和地方 把这个收税的税种 税率做了一次重新划分 在中央做这个调整之前 地方经济发展 占有税收的比重 高达百分之七十三 中央只占有百分之二十几 大概不到百分之二十七 二十六点几 那中央想做事 就很难 我在上一次危机的解读中 讲了中央和地方的矛盾 中央的产业和地方的产业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 而地方靠的这些生产 不是 是生活消费品式的这种发展 和中央占有的大型产业 它是制造设备的 这二者之间的差别呢 矛盾 对立性的利益矛盾呢 就导致地方因为可以大量的消费 进入消费市场 所以地方的税收就上升 中央的这些设备 因为你是进口了海外设备来生产的 你不需要国家大工业 像他们这些沿海的地方政府提供设备 那中央这头的税收就下降 它的收益就下降 那中央想做调控呢 它就手里边没把米 叫机也不来 那中央地方矛盾就很大 尤其是中央跟沿海各省 沿海各省基本上可以说自作主张了 这种情况之下调整 分水质调整呢 是导致中央地方关系 城乡关系等等各个方面的关系呢 得到了一个调整机会 但是客观上也有向下转嫁 财政赤字危机的这个内容 一调整之后 中央占了税收的50%左右了 开始47% 然后逐渐逐渐达到50% 地方原来占有70%几 等于让渡了20% 给了中央 那地方等于丢了20% 这个调整的导致 当然中央的调控能力就增强了 这是一个积极的后果 但是对消极的后果是什么呢 当地方不得不 让出这个地方财政的这部分收入的时候 那地方就转过头来去 从基层从农民那 现以下的地方政府基本上上边就管不了了 那他就得向农民那去多征税 所以从这次税改之后呢 农民负担就越来越重 再加上比如说地方的这些教师啊 医生啊 公务员呢 甚至事业单位的农业技术员员等等这些 就都开不出工资了 就都把他们推进市场了 就从那开始呢 所谓对农民的服务啊 就开始变成挣钱了 很多那个地方的这些农业技术部门啊 服务部门呢 甚至农政啊 就是农业管理部门都市场化了 那同理啊 这个各个地方连同乡镇卫生院啊 村卫生所都卖了市场化了 嗯 学校什么的也都卖了 也市场化了 这就导致县以下基层 财政能够覆盖的农村公共品大幅度减少 于是乎在财政支持的公共品 这个服务上严重不公平 啊 城市的市民基本上还能享受财政开支所造成的服务 而在农村呢 这主要是农民自己交钱了 我甚至细说过 我说这个 当时这个啊 你要想扩大这个农村稳定 你不就得增加警察吗 那增加每一个警察的全部制服啊 装备啊 乃至于警用车辆 都得向基层去收 才能给警察发钱 才能给他什么 甚至如果你去到基层处理个案子 你把谁捆过来 啊 你那个手铐的钱啊 绳子钱啊 都是农民出的 这个农民负担越来越重 就是因为农村基层的各项公共开支 他没钱 严重到后来 就90年代中期的时候 94年分世之改革 到95年96年 农民负担不断加重的时候 地方政府甚至预征税 征到了2007年 就96年97年 征的税根本不够开支的 他们就不断的往后征 预征到了2007年 就是预征到了10年以后了 那国家税务总局的政策研究室主任 当时做了调查 他分析 这个时候农民的负担 主要是由土地承担的 土地的母均负担 能高达36% 这是历史上几乎是最高的 我们除了在建国之初 有这样的高税负之外 那就是到这个90年代中期 有个这样的高税负 所以这个时候农民负担过重 农民的购买力 就严重的不足 同期国家又推进了国企改革 国企改革叫做抓大放小 其实就是让大量的中小国企破产 或者停产歇业 同时又造成国企职工的下岗 所以一方面农民没有购买力 一方面城市的职工没有购买力 内需就上不去 所以这个时候 他如果不去扩大外需 他就根本没法维持经济的一般增长 所以这个阶段上 内需下降了 多项措施都使得内需下降 那中国就较快的在90年代中后期 转向了全球化 这东西是个客观的转变过程 你几乎无法说是单独哪一项政策造成的 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演变过程 到现在呢 我希望特别是当中国经验开始被世界重视起来的时候 我尤其是希望中国自己的学者先把自己的经验搞搞清楚 我们到底怎么回事 这些现象是怎么发生的 而且不要只导出一个现象的根源 要从多个现象入手去分析多个错综复杂的原因 不要急于用哪个意识形态来对他做判断 而看到他在跳出中国崩溃论陷阱的时候 他是有巨大代价的 所以我刚才所说的这些措施 每一个措施都是有效的 但每一个措施代价都是巨大的 那就是中国确实用这种财政税收金融外汇多方面的改革 很硬的手段跳出了陷阱 就是这个陷阱就是中国崩溃 它没崩溃 但是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而且中的 而且这个其中的很大代价是基层社会 是工人农民 是他们付的 所以应该说中国人改出危机乃全民之力 而并非某一两个人如何伟大如何光荣 不是说他不伟大 只是说他其实是举全国之力 举全民之力 他体现的仍然是中国举国优势 叫做集中力量办大事 叫做举国体制 他能够仍然体现一个历史延续几千年的文明大国 在遭遇到大危机的时候 还能够出现这样的 跳出危机陷阱这样的能力 这应该是值得我们多方面分析的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